大家好,欢迎来到C您好,我是Fiona老师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七到九级的词汇 第一个,残缺 残就是缺少的意思,少了啊 那缺又是缺少的意思 两个词组在一起,就更加强调了缺少 好,那它本来应该是完整的 但是缺少了一块,我们可以说残缺 好,比如说墓碑上刻着残缺的字迹 好,第二个词残忍 残忍就是说完全没有爱心啊 然后没有同情心 比如说一个人,他在杀死这个小动物的时候 是非常残忍的,对不对 我们看过一些视频啊 就是比如说他残忍的把小猫给杀了 好,这样的时候就说很残忍 好了,这就是我们今天学的词汇 如果你对我们的视频感兴趣 记得点赞或者转发